走勒 請坐 大家早安 好 哇我們這期人特別多 都來 上幾天的這個高級班 昨天剛好去 南投草村去 開那個說明會 也是差不多有70多個人來聽啊 有的是 以前沒有聽過 所以我們就借那個機會好好的罵民進黨 為什麼他 40多年走不出去啊 我們給他們分析 每個人連拉得好長啊 但是沒有辦法 這個就是 美國的基本精神就是 事實就是事實 我就是把講出來 他寫的那個 演面 這兩天 民進黨要選主席 那選選都一樣 反正他的那個黨綱 第一條 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他的名字叫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我覺得從歷史也好 從法理也好 行不通啊 而且從聯合國的那個 決議啊 1971年 1971年10月25的那個決議 已經說得很清楚 世界上 只有中華人民公和國 他已經繼承 中華民國的位置 在所有的國際組織 已經繼承 他的位置 所以中華民國 只是 中華人民公和國 所以 其實民進黨一直喊 台灣有主權 那是表示台灣屬於中國 所以純粹是賣台啊 全部是賣台 你沒有其他的解釋 因為國際 你要看國際 怎麼認識這個情形對不對 不是光你自己一個人 你用你的感情怎麼想 就像現在說什麼 一國兩區什麼 中華民國一國兩區 那這樣 國際上 中華民國就變成 中華人民公和國 所以這個優勢 就是等於一個中國 就是變成 都是給他們的 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 也不是這樣 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 是說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那個中國人 兩岸中國人 他在講 台灣是屬於中國的一部分 我聽到了 美國的 像那個 上海公報 美國的一種政策 是講這樣的 美國從來沒有承認 台灣屬於中國的 這個優勢 這個優勢 我們要注意到的 很多人 是很誤解這個點 所以今天 我們就是談到 美國憲法 或是人權 那些 其實這個人權 都是 都是基於一個 對 人類 和事物 一個非常 非常細膩的一個解釋 和細膩的一個分別 什麼是是 什麼是非 這樣 就 前兩天我發那個報紙 什麼那個 台灣 那個醫院 或是衛生機關 他在 收集那個母奶 他這個 有的小孩 是太早出生了 或是媽媽有什麼疾病 結果他必須有個母奶庫 他可以調一些母奶過來 給那個小孩子餵 那結果有這個 外籍配偶這個高棉的 那個女性就說 好我捐這個母奶啊 啊他們就說不可以 我們只有接受 有 中華民國身份證的捐母奶啊 啊 那 高棉的人不是人嗎 高棉的人不是 他的奶不是母奶嗎 啊他們就說 我們規定就是這樣 他們的規定都是 就是 就是 無意中還是什麼 他就是 喔你要提出身份證嘛 所以身份證的人才有母奶這樣 啊其他的人 是不是叫狗奶還是什麼 啊你覺得這個問題很好笑 但是 我們外籍配偶 我們外籍配偶以前在 在最早之後 十幾年前 那個時候都是養女婿的問題 啊那個時候我接觸到 接觸到那個 外籍配偶 那 有時候我去那個立法院 他開公聽會 然後 他們都要我去領導那個團體 啊我就說 我大概沒有時間去領導這個團體 我 立法院開公聽會 那個時候 那個外籍配偶都覺得 非常不公平的待遇 那個時候 外籍女婿的 外籍媳婦的問題 比較還沒有出檯面 但是那個時候都是 外籍女婿的問題 所以 有一天我們在開會 然後 有好幾百個人在場 問我們主席 主席在開會就是 呃 一個 一個 國民黨那個 潘小姐 潘維剛啊 啊 他在那裡主持啊 啊 啊 千千百雀 他就坐在台上 然後他看表 他說 我還有別的會要開啊 啊 我要走了 呃 呃 喔 何瑞言你來主持 就這樣 他說好我走了 喔 我當時就愣住了 欸 怎麼會變成我呢 啊所有的人就說 趕快趕快啊 趕快啊 就變成我上台 就變成這樣 他就給我套這個帽子 啊 往後所有這個複雜的議題 都是要我去推 喔 好辛苦欸 所以國民黨把你限制住啊 就是有各種方法 欸 那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呃 我們的幾個議題 那個時候 我也想幾個議題 但是最主要是 那個 呃 到底我們 我們外國人在台灣 有什麼樣的人權呢 我們就探討這個問題 呃 那個時候 來了一個 好像當家 當家大學有來一個教授 他有來幾次 他是一個美國人 我就問他 反正我不懂 我說欸 那外國人在美國憲法體系下 有沒有人權呢 他說有 有 絕對有 他說1886年 120多年前 快130年 那個時候就有個判決 就是 凡是那個外國人在國境內 齁 他 他有 那些人權 就是 除了 除了基本的 生命只有財產 正當法律程序以外 啊什麼 不能隨便說聲 什麼那些人權 他都有了 所以後來 我們就 反映到 那個 內政部 啊內政部說 你們在台灣 外國人沒有人權 沒有人權 我說那 那 所以你看台灣 你做什麼什麼法學研究 沒有用 因為你解釋那個詞 跟 當局的人 解釋那個詞 不一樣啊 他就不聽你的 有一個文件叫做什麼 中華民國憲法 其實是漏掉那個 流亡政府四個字啊 應該是中華民國流亡政府憲法了 但是你以為他那幾個字 可能印得很淡 你看不到 那那個憲法裡面 他講的是什麼 你有沒有要分開看 他裡面的很多條文 公民怎麼樣怎麼樣 啊沒有這樣寫呀 國民怎麼樣怎麼樣 沒有這樣寫呀 他寫了什麼 人民 人民有投票之權 人民有什麼什麼 保身體的 不能受隨便政府侵害啊 什麼那些 人民有什麼權 人民有什麼權 啊我們外籍朋友 我們特別外籍朋友說 哇很高興 我們也是人民 啊內政部說 你不是人民 真的 他說這樣說 所以我們有好幾次 照什麼文件 那個告到那個 行政法院 啊我每次在那裡 就是跟法官講 憲法保障人民怎麼樣怎麼樣 內政部馬上站起來說 你不是人民 那 有一次我去那個庭 我就站起來 我就說 難道我們是狗嗎 我就說請問法官 難道我們是狗嗎 我們不是人民 我內政部這樣講 我請他拿任何字典出來 證明我不是人民 請他馬上提出證據 我不是人民 要不然他這個說法 法官務必撥回 但是 中華民國法官 哪有理你這些啊 他說內政部說 你不是人民 你就不是人民 他們是這樣 那 我們這個要是提醒你 美國的 美國的人 是基於三權分立 那 我太太早就跟我講 他說台灣的法院 那個法官 早年就是問說 你這個主張 哪一條可以支持你的說法 那個人說 民法第幾條 那還有哪一條 他就說 喔 那個什麼什麼法 第幾條 後來他一直問 哪一條哪一條 最後沒有的就 他說 從皮包拿那個黃金去 這一條也可以支持我的說法 啊 好啊 那再問對方 他說早年都是這樣 哪一條哪一條 這一條啊 這一條可以支持我的說法 那 那美國的那個 那個 那個 法院 沒有 沒有 歷史上 美國沒有一個 一個總統啊 像 華盛頓 華盛頓是哪一個 哪一個黨派 他是聯邦黨啊 聯邦黨 那華盛頓 你看他所有的言說 有沒有曾經講過 反正這個法院啊 是我聯邦黨開的 沒有這樣講啊 他也認為 三全分立 所以不是說法院是寫開的 不是這樣 那這裡就不一樣 我們常常有某些 藍營人士 坦白說 這個法院是寫開的 大家能清楚 那除了我剛剛講的這個條文的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這個 考試院跟監察院先不談 這個生下來的這個三個院 他是三全分立嗎 他不是 我剛剛講的例子 你就看得到 他最多是2.5啊 2.5分 分立啊 因為我很多經驗 還有朋友 我跟他們 很多人向那個行政法庭什麼 反正不清楚的地方啊 那個法官就會聽 行政機關的解釋啊 不清楚的地方 他不會聽你的 他會聽行政機關 他覺得他們怎麼做 比較順利就這樣 所以你可以所有的證據在你那邊 但是 行政機關說 我們一直都不是這樣做 這樣法官就說 喔不能這樣做 等一下 你一直不是這樣做 不是法 你可能一直做錯啦 那我提出來這個案子 你當然要看證據在哪裡 沒有他們不看 所以 2.5分立 那你人民要申訴 非常困難 什麼模糊的地方 他就聽他們 我們辦過這個case 就是 那個 外國人要在台灣做義工啊 啊他們 老委會 有個函說 外國人不可以做義工 必須申請工作證 工作證要最低薪資 所以義工怎麼申請工作證 你不符合最低薪資 老委會說 就是 那沒有工作證就不能做嘛 對不對 就這樣子常常看到這樣子 互相衝突的法令 所以我們 有人去 申請說 我要做義工 我不要受 工作證的限制 那老委會就說 不可以 我們術院 新政院 新政院就說 老委會這樣說 我也複議嘛 然後上訴嘛 我們一直到新政法院 新政法院 拜祖 最高新政法院 最高新政法院 他說啊 你搞錯了機關 管義工的 是內政部 不是老委會 所以 我們就新聞給內政部 外國人要當義工 他說我沒有任何限制啊 沒有任何限制啊 他就拿給法官說 他 那他沒有任何限制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做義工 那老委會說 我有一個罕令 外國人不得做義工 必須 那個申請工作證 那我們就跟法官講說 那 他的這個罕令是超過他的職權 也沒有立法院通過 他這種罕令是違法的 所以法官就給他 註銷啊 我不能這樣做 為什麼 為什麼不能這樣做 好 那我反過來我去搞內政部 搞搞搞搞 到了最後 內政部出庭 我沒有任何規定說外國人不能做義工啊 你說對那你要不要命令老委會 就是他也不能唷 我不能這樣做 所以你看你究極無門啊 你究極無門 我這樣子浪費五年的時間 當然我們 我們也在做別的事情 但是你看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你浪費五年 那人生有幾個五年對不對 你可以算一算 沒有多少個五年啊 你生活中 所以你台灣的這個人權也沒有丟機管道欸 很簡單的事情 你完全沒有辦法去阻擋你的權利 現在是 到了200多少年 2003年 2004年 那個時候 越來越多的那個楊媳婦 楊媳婦 一旦開始有問題在台灣生活 她那個婦女團體馬上跳出來 就說我要 保護他們的權利 那個時候我們楊女婿就變成 次要議題啊 完全是次要議題 因為那個婦女團體要保護到楊媳婦的這個權利 所以後來他們現在帶動所謂外籍配偶議題 都是談女性的嘛 我們 就是 就是男生 反正男生就像結婚的時候不要多說話嘛 對不對 同一個道理 所以社會上我們現在不要多說話了 所以這個我們有幾年黃金時間 後來女孩子就把那個議題拿走了 OK好 這個這個還好 反正有的問題是相通的 但是現在 有很多那個 現在那個所謂藍領 他們也跳起來嘛 他們說我要人權對不對 啊同樣的 很簡單的議題 你看一年兩年三年 我看同一個議題一直反覆 我禮拜天我要休假 我的僱主不讓我收假 他要我工作嘛 我那個 我的護照應該是我保佑 公主拿去了 他威脅我不能怎麼樣怎麼樣 老委會開很多會 喔 這個很難執行 為什麼很難執行 孫子兵法不是很難執行啊 排隊沒有排好 小一個過來 很快就排好啊 很快就排好 很快 你要嚴厲的執行人家就聽你的 那 你沒有嚴厲的執行人家 你說人權 人權在哪裡 沒有人權呢 所以這些人一直在申訴啊 這些人後來不是 有一些藍領 他們就參加一些遊行 欸 我要我的人權嘛 對不對 這個法規明明寫著這些東西 我藍領 我有禮拜天 可以 可以 休假啊 我什麼這些這些 喔這樣 沒有給你 後來警察就出來說 你不可以遊行欸 他說為什麼不可以遊行啊 言論自由啊 憲法有保障啊 人民有言論自由 哈哈 我何先生早就研究這個話題 我知道警察下一句要講什麼 你不是人民 你以為你按憲法 你以為你是人民啊 我何先生比你聰明啊 我早就被內政部順一次 我知道我不是人民 所以 你台灣講什麼人權 你目前的環境 可能非常的困難 非常的困難 然後他們都把這個事實都掩飾 然後那個外景人士上 有的那個藍領的那個團體 他就比較強勢 他說哪一條是說我不能遊行 哪一條說我不能抗議 他們就回答說 違反拘留目的欸 違反拘留目的 你想想看 現在是國際時代 台灣人就是辦那個 美國的觀光簽證 讓我去聯合國遊行抗議啊 去華盛頓DC遊行抗議啊 有沒有人跳出來說你違反 停留目的 你違反拘留目的 你違反拘留目的 沒有啊 沒有人這樣講 沒有警察這樣講 有沒有人要問你說 看政見 是不是你本國人這樣 沒有 沒有 所以在立法院在談那個移民法的時候 其實早我們都知道 那個時候十幾年前 我這個事情我都知道 我就跟那個立委 我就要求說加一條 外國人在台灣 任何合法的行為都可以做 何先生你笑死人欸 合法的行為當然可以做啦 我說警政主不是這樣講啊 我合法的行為都不能做啊 我有行抗議有違反什麼嗎 但是他說我不能做啊 所以這個問題都很複雜 這個都很複雜 他隨便一個小命令 他隨便一個一個小東西 把你卡得很死 我剛剛講好幾個例子 你外籍朋友做義工啊什麼的 連澄清這個問題都沒有辦法澄清啊 在那個時候沒有沒有 沒有電腦的時代 我花很多個下午在台北 各個圖書館在搜集義工的定義 我查好多字典影印寫註解 我搜集好多好多的資料 還有我訪問律師 呃有一個李永然 在台北一天還蠻有名的 訪問他 把他的講的內容寫出來 他還幫我打字簽名 就是就業服務法所規範的 與義工無關 他是律師 他是很有名的律師 那些資料我都給法院 台灣的法院有個特色 不看證據 看證據 美國的法院什麼叫人權 你提四個證據 我每一個證據要裁判 我要不要接受 Yes No No 沒有理由為什麼我不採納這個證據 台灣 嗯這些東西 行政機關 這樣不好 喔 這個狗屎啊 他不看 我花多少個 多少個日期來搜集那個資料 整理的很整齊 沒有用 人家不看 所以 你就回到 人權 人權 這個保障 在那個體系裡面 你體系 本來就不承認 像我們這樣 很多人 你也不是人 對不對 所以你不是人 那隨便你那個 所以他 所以他 他基本上他 他的這個法律系統 他就有很深的一個歧視 對不對 那再來就是 素途同歸 這些問題要解決 其實最容易解決的辦法就是雙重國籍 如果一個人有雙重國籍 那什麼外國人的規定啊 什麼都統統沒有關係啦 就像我前幾天去台中演講啊 台中那個副組長的那個謝先生 在他的餐廳 我們開聚會嘛 上個禮拜 就來了一個朋友 有吳先生也是長期住西班牙 我就很好奇 我就說 那西班牙外國人住有沒有這個規定 有沒有這個規定 有沒有這個 你看我的腦子 我的腦子都卡住 我一直問他說 那外國人在西班牙 有什麼規定 那有沒有這個限制 我講一大堆 他看我 他說我不知道 我說你為什麼不知道 你不是剛說你住西班牙25年 他說早就拿國籍啊 哦 哦這樣 我們來台灣30年拿不到國籍 我們不可能有國籍 因為他有限制 你必須是黃色皮膚 你才能雙種國籍 所以很多人說台灣 同意雙種國籍 台灣允許雙種國籍 沒有喔 那是一半 黃種人可以雙種國籍 白種人黑種人單一國籍 他要求你單一國籍 所以如果我們要拿這裡的國籍 必須放棄原有國籍 那我們想在我美國的那個財產 或是保險 或是所有的問題 如果沒有國籍 那是比較麻煩耶 而且跟他們講 你不是強調孝順父母嗎 那我沒有國籍 我媽媽媽媽生病 我要回去 我還要派 我還要申請簽證 不一定準耶 我語文通 我是有跳機的嫌疑耶 他說你可以在美國消失 因為你太熟悉 你語文太通啊 所以他不要給我簽證啊 那我保有這個 美國國籍 請問 一個外國人一個白皮膚的 或是一個黑皮膚的 或是印第安人一個紅皮膚的 我們保有美國國籍 我們住在台灣 你有什麼損失嗎 你講給我聽啊 他們提不出來啊 就是說哪一條法 你要執行 但是無法執行 因為我保有美國國籍 他說那 不是這樣講 何先生不是這樣講 基本的問題是 你效忠就混淆啊 我說那你什麼台灣人 有雙重國籍 他的效忠不混淆嗎 他說喔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這樣我們華人是歷史因素啊 那個時候 這個 無常起義 種種很多人這樣一直過來啊 我自己在想 無常起義跟你流亡到台灣 什麼關係啊 但是我不好意思提 我怕 怕他這一段歷史不懂啊 我在想喔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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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華人有雙重國籍 這個有情科研啊 那我說你教養 你講那麼多還是 效忠還是混淆 喔 我們華人 我們知道怎麼處理這個問題 但是你白人 你頭腦會亂掉啊 就這樣 所以 我們白人 我們沒有辦法拿到那個國籍 所以彭盟會 住在台灣60年 他有ROC國籍嗎 沒有啊 搞什麼空中英語啊 他沒有這裡的國籍啊 他也是辦一個居留證啊 啊這個基本上也是一種 也是一種沒有人權的 對不對 這個基本上是 是人權問題 所以 這個當初我們在做YG配偶的時候 很多議題 我們是不是要改國籍法 我們是不是要改戶籍法 我們是不是要改戶籍法 是不是要改什麼法 什麼法 我提的意思都是 我覺得這個華人 根深蒂固的那種排斥 對外國人的排斥 一般人還好 但是官場啊 官場對外國人的很根深蒂固的排斥 對不對 所以我說這些都不好搞 我們乾脆 就 衝一個永久居留權 這是我的提議 我們開始的時候 潘尾剛我們開始 1994 民國83年 我這個時候我就說 永久居留權 也有很多人不同意我這個方向 那 我就必須有一點霸道 所以我就往前衝 然後我們開了幾個公聽會 公聽會我們開在立法院 來的人很少 喔 你開個公聽會 那個立委 就是要有人多 他才有面子 啊你開個公聽會 沒有來幾個人 喔這個很難 很難有對待 所以 立委就對你 就是很不諒解 我就是要有很多人 弄得很熱鬧 然後抱著來報道 你這裡來的三五隻小貓 喔這個很難過 不過對我來說 最重要的是 內政部排了很多官員來 他們就坐在那裡 但是他瞭解我們在講什麼 歐文很多文宣 所以等到過了三五年 那個移民法的那個出稿出來 就有永久居留船這一段 所以還好到今天我們外籍 認識就有一個永久居留船 要不然我們是完全 完全沒有辦法長期居留 就像以前日本明古屋 有個飛機掉下來 那個時候是 是早期的80年代 民國80年代 有個日本女性 她住在台灣30多年 她跟台灣人結婚 那個外交部就通知她說 你現在可以回去日本 她說什麼回去日本 我為什麼要回去日本 她說你是一親啊 你先生在明古屋的那個空難 已經過世啊 你已經沒有一親對象啊 你必須回去啊 她說我住在這裡這麼久 這裡是我的家 她說你是外國人啊 這個案子當初他們也找我 我沒有辦法 根深蒂固的一種排斥 所以我那個時候我也覺得 永久居留權才是一個正確的方向 所以我們推動這個 這個是我做的人權 你看別的國家住了三年五年都已經 大家都有國籍啊 在台灣你要做個永久居留權 當初我提那個永久居留權 有一天警政署來了一個電話 何先生來報到 那警政署來電話你就去喔 我就去結果他有一批人就在那裡說 你這個案子到底怎麼樣 他們就是要研究 所以我們問那個立委 他就說這個案子都是你提的比較多啊 我說對啊 你現在每一個居留都有一個 都有一個居留目的 比如說我的工作啊 我是衣親啊 我這些東西 萬一我太太坐了飛機啊 後來沒回來啊 對不對啊 那我無辜的 我都沒有居留權這個不合理 他們想了半天 會這樣子嗎 我說誰知道啊 或是哪一天 所謂消失也是禮境兩年沒有消息 那也算居留目的消失啊 禮境兩年 我太太哪一天說要政府南極的高山啊 他跑去結果沒有音訊啊 我在這裡等候 然後你通知我 取消我的居留啊 這個很麻煩欸 他們想好久欸 欸 我說那你每一個居留要有一個 依親的要有一個目的啊 我說那不要依親就依政府好了 他們在想欸 依政府欸 你永久居留權只要依政府 我說對啊 你ROC在這裡我就依靠你這樣 這個好像 這個可不可以 想了很久 後來他們就是用這個理念 談那個永久居留權 他不是以太太而是以我們這個政府啊 所以好像可以 所以只要ROC在 我就有永久居留權 那個如果ROC會金馬 那我要趕快保住一個民政府 對不對 這個是我 我的依靠 我不知道欸 我們現在 這些人權 但是這個 這個跟在美國推動什麼人權案 哇這個 這個差很多了 美國很多事情 人權 以為是理所當然的 在台灣 沒有這樣 所以 所以 同樣的就是 你看 民法它有個規定 很多那個 很多那個 中介公司 你如果問他們 這個也是很奇怪 你看到人權 人權提到 人權變成一個法治 社會上 普遍 法治的知識 是很低的 做什麼事情 人家都不知道 你問人家 他不知道 對不對 那當然 法律千萬條 怎麼可能 每一個人都知道 每一條 但是 起碼 你的 本業 你的本行 你這些是不是應該懂 早期 我們 我來了三十多年 早期有人家說 外國人拿那個支票 要去台灣的銀行 要兌現 要兌現 那那個支票 到銀行 他說我要存到我的戶頭 然後我要兌現 是美金支票 結果上面寫什麼 寫 Bearer B-E-A-R-E-R 後來他們查字典 B-E-A-R B-E-A-R 那個後面 E-R不曉得搞什麼 B-E-A-R 熊啊 那你不姓熊啊 這個查到你的後 但是 B-E-A-R-E-R 在英文是持票人啊 那他的本行的文字都不懂 還在這裡服務 這個很離譜了吧 持票人 姓熊的都搞不清楚啊 那同樣你去那個中介 你問他說 欸外國人可以買房子 十個中介 八個就說不可以 啊實際上民法沒有那個規定啊 民法就說 可以喔外國人可以買房子啊 買房子以後問題就來了 每個人買房子就是要貸款 啊外國人那個銀行不貸 這個銀行不貸 啊為什麼 啊你問理由 那理由還更荒謬 我怎麼知道你會不會跑掉 我跑掉 我跑掉那房子還在啊 那你說我跑掉 那你台灣的人不會跑掉嗎 前兩天一個網演差了一點點就跑掉啊 他去機場啊 他差了一點點 以前有一個什麼 以前有一個什麼何景賢的那個太太 什麼姓朱啊什麼 那個手電腦還沒有今天發達 他下午在入境管理局 就跟他講很多很多 你這個人有問題啊什麼什麼什麼 有什麼 他當場離開這裡就包計程車到機場 當天晚上就出境啊 那個他們系統還沒有把他的資料輸入 他已經出境啊 現在 住在美國好多年 然後說他 他什麼收好多紅包 你說 外國人會跑掉 你的人不會跑掉嗎 這個不通欸 不管你 反正有ROC身份證 就是一種人 沒有身份證是一種人 他們他們的那個作業也是一樣 有一天那個歐洲商會 他跟我講 歐洲商會 他跟我講說 哇我們外國人沒有人權 我這類的話我聽很多年 我說啊你的問題是什麼 他說我們住在這裡 那我們就算拿居留證 我們想做很多事情沒辦法做 我老何聽不太懂 我說什麼你想做 我要在線上買那個火車票 也不能買 我要訂那個 劇院的那個票我也不能訂 我說那你講清楚為什麼不能訂 因為外國人的那個身份證號碼也是一樣 藍位10個 但是前面兩個ABC 他不是一個ABC 是兩個ABC 所以那個系統輸不進去 他說很多事情他們要做在線上的作業 他就說你必須輸入身份證號碼 結果外國人的身份證號碼輸入不進去 我說那這個是不是人權問題 他說那怎麼辦 你要求他們改 他們就說沒有這個預算 改電腦系統總是要有些預算 這個很頭痛 所以歐洲商會他的白皮書裡面就是 他有一項 就是要外國人的身份證號碼 跟本國人的身份證號碼 同一個格式 就是字幕開頭後面九位數 要數字 但是內政部 就回答說這個不重要 對啊不重要 因為你不是那個人 如果你是那個人 他說在歐洲 你拿當地的身份證 你什麼都可以做 什麼電腦可以用 譬如說你到一個地方 有的政府機關 免費用電腦 請你輸入身份證號碼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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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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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举双手支持你 但是我不会投你的票 大家都愣住了 为什么不会投他的票 我没有投票权 他就说那你 他又问你为什么没有投票权 我说你的法律 你自己国家的法律 你都不得 所以很多这种事情 这个就是跑来跑去 这个就是人权 但是没有办法 所以怎么样存活 那后来那个中国人 那个林秘书讲说 不能说大陆人 我们必须说中国人 这个中国人在台湾 他一直在说 我要身份证 那经过我们民政府的传逆法案 将来如果在台湾 他有的是居留证 他没有公民证 所以他的那个class 那个类别不是TW 他可能是CN或什么 如果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可能是CE 那那个中国人就 那那个中国人就到时候没有 没有那个 啊为什么那个 我接触过那个中国 中国人的那个人权会议 我说你为什么要身份证 他说没有身份证在台湾不能活 这个议题跟欧洲商会讲的那个其实很接近 他没有那个身份证号码 他什么事情要做 每一个单位要身份证号码 他去中华电信要申请一个电话 身份证号码 我没有身份证号码 早年那个毛治国还在中华电信的时候 我就跟他亲自开会来讨论这个人权问题 为什么外国人申请电话 或者没有身份证的人申请电话 为什么不能申请电话 他说没有这个规定啊 呵呵呵 台湾就是这样 没有这个规定 但是你还是不能做 我们今天讲很多这个例子 没有这个规定 但是你还是不能做 没有规定说外国人不能游行抗议 但是你 你做我给你出局出境 没有规定说你不能做义工 但是你做我给你出局出境 这个规定没有 但是他有什么方法给你 所以我跟毛先生说 那你干脆是不是中华电信 把所有你电信 你所有办的手续 你全部发布一次 外国人能不能做 让我们来看看 到底外国人不能办哪个手续 是理由 是法理上的理由吗 还是就是你手续要调整 他说哦 Good idea Good idea 几年后他退休了还没做 所以到现在我常常听到人家 人家说他什么手续不能办 什么手续不能办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很好的 还有一个很好的就是 那个台湾的那个什么 台湾现在有那个 法律就是说 你婚姻的登记要在护证事务所 以前民法就说我公开议事 公开议事 那个也很好玩 那个也假的 我有那个 我有那个马来西亚朋友 他在台中 他也是跟我讲 他的人权问题 他来台湾那么多年 他的马来西亚呼叫做国籍 所以他干脆申请放弃马来西亚国籍 外交部说那你这个放弃国籍 必须去马来西亚 乌亚来验证 他说我没办法去 我没护照 内政部说那你必须去 我们就说你去 你有人在跑 我没有护照 没有办法去 为了这个事情还告到法院 你要求我去 我不能去 我没有护照 那个法官说 跟内政部讲说 你不能给人家通融一下 他没办法出国 他要你说 不要验证 或是你自己想办法去验证 这个是合理的 内政部说 我们的规定都是这样 所以 管你去死 你他的规定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 后来 他是没有 那个国籍 后来有一个朋友 跑去给他验证 那现在他有这个文件 他没有国籍 在台湾要做什么事情 那就比那个 比那个外国人还困难很多 他什么 什么证件都没有 对不对 你跟那些人 跟那些人接触一段时间 你也了解什么叫做 那个 人权 那后来我就说 那你的身份要解决 我们先处理你的婚姻 你跟台湾人结婚对不对 他说对啊 公开仪式啊 我们请了20桌 然后都有照片 都有证人 都有那个文件 文具店买的那个文件 我们都填写盖章什么 那些东西拿到内政部 要给他婚姻 要给他登记 完全符合民法 内政部就说不行 不可以 我说民法的规定 哪一条我不符合 他说 你没有 你没有在台湾的合法 居留船 你不能在这里结婚 我们又觉得说 哪一条正强 我们又告 告到了法院 说我只是要办一个 简单的结婚登记 法官这个 他没有居留船 怎么登 没有居留船 我刚刚讲2.5 有没有 不是三权分离 2.5 法官就说 那你没有办这个 我说法官哪一条 不是依法行政 哈喽 你像法学院 法学科 不是依法行政吗 那你这条是哪一条 他不理你 所以你看这个人权 你要主张什么人权 反正不是他的作业 以前我认识 人家给我介绍那个女孩子 他们是缅甸 他们是缅甸出生 你知道蒋介石来台湾的时候 是很多往南部跑 有的人来台湾 有的人往缅甸 泰国那边去跑 那他沿路 他爸爸妈妈沿路 就把他的证件丢掉 因为共产党在追 如果他知道你国民党 他可能 就不客气 所以他们到缅甸 泰国泰国那些缅甸 他在地图上画一个大圈圈 你住在这里 但是我不认识你 所以那些人就是无国籍嘛 缅甸后裔 那个华裔难民 啊他们怎么来台湾 当然就是 你要来台湾 那个人舍集团就开个加码给你 你要来台湾那30万台币好了 我给你送到台湾 那你付完30万 他就看你 他就看你的照片 然后他 比如说那个是女孩子 对不对 他就交一批 泰国的女孩子来 站在那里 啊 shit 他可能每一个人 要给他十几万 用什么 租乎照 你看你比较像哪一个 你比较像哪一个 啊你觉得 啊我比较像这个 好这个给你 然后你付钱 啊那个人舍集团 保留他的佣金 另外那个钱给他 那你就用这个护照 你申请到台湾的签证 你到台湾以后 你就安排 你几月几号几点钟在哪里 把这个护照还给人家 那都等于成功的 把你送到台湾来 你是完全没有证件 所以这个人会跑地下的 他跑地下的 后来他认识一个男的 啊他本来是无国籍 这个女孩子是没有国籍的 OK 因为那个华语那名没有国籍 缅甸不承认他们 泰国不承认他们 中国也不承认他们 所以结果他跑所谓地下的 然后到去住 后来他发觉他肚子开始大大起来 他去检查 是不是怀孕 两个 不是一个是两个 所以 后来他去那个监所 然后到时候他去那个监所 生出来两个 怎么想 也是无国籍 所以无国籍会蔓延 无国籍会蔓延 所以后来他也没办法 他们有人介绍给我 我说这个很简单 这个 这个简单 中华民国国籍法 父母无国籍 小孩在中华民国领域出生 属中华民国国籍 这个国籍法有讲 我说这个很简单 我们去护政事务所申请就有了 结果他说我申请过了 怎么样 他说没有办过这样的案子 这个如果你跑行政机关 这个话讲上听过 没有办过这样的案子 小姐 哈啰 你今天早上要不要喝一杯咖啡 你眼睛打开 头脑启动 好不好 法是这样写 你有没有办过 不在讨论的范围内 第几条第几款 有这样的规定 你就好好的给我办 他说不办 不办 没有办过 我问主任 他说不知道怎么办 不办 就回去 那个小姐说跑了无数次 好很简单 碰到一个律师 他说你括号邮寄过去 算括号寄过去 把所有申请资料 所以我们就这样说 算括号寄去 没有回答三个月后就提宿院 直接提宿院 宿院他随便讲什么什么什么 行政诉讼 到了法庭 那个法官就说 这个法律不是这样写吗 什么问题 内政部说他没有证明他无国籍 OK那这个就给你看 人权在哪里 这个就给你看 美国的人权跟台湾的人权 是完全不一样 美国很多很多的事情都可以用法式 台湾政府机关好像认为 孔子怎么说 人之初心本善 但是就 这个台湾华人这个馆场 人之初 说谎到底 所以这个政府这个官场 他就认为说 人的本性就是说谎 所以你什么法式什么东西 他不采纳 美国这个可以当做一个法律文件 在台湾都不采纳 很严重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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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ath O-A-T-H 一个法式文 我就可以 所以我在这里 好我法式 我法式 我是无国籍 如果 在 法定时间内 那个五年内 如果 在五年内 发 发觉 经过调查 我做 违证 我愿意负 一切的法律责任 民法 刑法 罚款 我全部负担 这样在美国就可以做了 就办你的文件 然后我行政机关 尽我的能力 慢慢调查 五年时间过去了 没有查到你是做假的 那就OK了 台湾 没有这个东西 那个无国籍的 五年十年 十五年二十年 还是无国籍 没有主理 那个很多 有的时候报纸有登出来 这个女孩子溜到警察局 什么什么 警察就说 你在街上讨饭 这个不可以啊 怎么样 证件 没有证件 在哪里读书 没有读书 你什么样的人 那个报纸有登啊 那你叫你朋友过来 叫他朋友过来 他朋友过来 好生气 这个女孩子从三岁 都是没有国籍到现在 我们先前情 无数的机关 没有人成立 因为就是我刚刚讲的 人权 他就是 他不给你做证据 那就是以前 那种国籍法是 父系主义 所以他父亲 认识他妈妈 他生下来 后来还没有结婚 或是就算结婚 反正跑掉 那个女孩子 不能主张 有中华美国国籍 父系主义 爸爸不在呀 所以他就是无国籍 那其实很简单 我爸爸没有办 比如说我爸爸是希腊人 假如妈妈说 我以前她的爸爸是希腊人 那我们就发誓 就是说 这个小女生 从出生到现在 是没有办过希腊国籍 所以他没有希腊国籍 我发誓 我愿意负担一切的责任 如果作为证 那这样的话 文件 在美国 这样我就直接去办国籍 而台湾 你有没有希腊政府 出了一个文 那为了这个事情 我先接触到 塞建区基金会 塞建区基金会说 为了那个灵性的那种案子 他曾经有派员到希腊 那样的case 也有实质的case 他派人到希腊 跟希腊政府沟通 结果是什么 零 希腊政府说 你如果这个孩子 跟我有关系 你提去证明吗 你没有证明 跟我没有关系 他们用台湾的思考逻辑 那是不是给我们一个文 说这个小孩子 跟你无关系 他说 你既然跟我无关系 我不可能给你一个文 你要有关系 才有文 那你就假装有关系 然后给我一个文 就说我没有关系 所有的关系到此为止啊 他说我们没有这样的文件啊 希腊政府从来没有这样的文件啊 中华美国内政部 要无国籍证明啊 什么叫无国籍证明 就是你不属于那个国家的国籍 你要有一个证明文件啊 那你觉得好笑 那些妈妈都要撞墙 那这样的人权问题 在别的国家 你要了解 在美国不存在 所以你说法律体系 这个法律体系是 你只要碰到问题的时候 你们都没有 像这样的问题 在社会上有多少个 有多少个这样的问题 因为他就隐藏的 你看不到 实际上问题很多 这个问题非常多 那曾经有那个西藏那些人 那些人也是西藏流氓政府 他也是跑过来台湾 他是用假呼叫或是借呼叫 他也跑过来台湾 到台湾就起哄要居留权 那内政部就说没有法条可以给你居留权 就一直起哄一直起哄一直起哄 到了后来内政部就说好 我有60个名额 他们开那个公平会 我一个朋友去 他是台湾人 他可以讲话比较大声 他就问 他就说 请问内政部是 以第几条法 给他60个名额 内政部每个官员 你看我 我看你 不是 他黄先生说 不是依法行政吗 是第几条说 你有这个名额 那他们站起来说 人道主义 他说人道主义 我主张是堵直 没有这条 不是依法行政 你没有这个权利 我 主张今天我们所有的人 联署把你这个案送到监察院 他们说这样不合理 他说不合理在哪里 什么法条不合理 你没有这个权利 你凭什么 而且你给60名 为什么没有给600名 理由是什么 他们没有办法回答 所以他们就是这样子 选择性执行 然后高兴做什么 就做什么 如果他高兴通融这个案子 他就通融 不要通融就不同融 所以这个是不是涉及到人权 非常大的 我看到那些这么多的案子 这么多的案子 后来没有什么很好解决办法 我太太说那你应该休息几年 我本来很热衷帮忙 因为我以为就一个正常的人权体系 我们可以为弱势团体 主张权利 但是后来我发觉不行 所以我撞头好多年 后来 我就开始醒悟过来 问题不在于人权 我们主张人权 问题在于整个体系 所以我开始出来研究 这个整个体系是怎么一个打起来的 结果后来我研究研究 我发觉说 这个ROC不应该在这里 这是我撞头很多年以后 我才领悟到 所以你诉求 你诉求他的一个人权 但是他的脑海里面不是人权 他的脑海里面是 我能拖多久 我能敷衍多久 我可以开无数的会 对不对 反正他领他的高薪嘛 就像最近在 哇你看 陆委会 立法委员 哇就在那里看 我国领土到底是哪一块哦 有没有包括外蒙古 哇 谈一个早上 谈一个下午 立委的薪水 一天有没有还算下来 不是一个月 七十万 当然要包括他的助理 但是一天就随便 抬杠谈我的领土是什么 他就领一天的薪水 也不必生产什么 也不必讲什么实际的东西 你就谈这个就可以领钱 嘿我也想去做立委耶 天方夜谈谈一谈都有薪水可以领 其实他谈那些国际上有承认意思也好 没有啊 你谈什么东西啊 所以他们他们花很多钱谈很多不存在的话题耶 这个就是他的本质啊 真正关键议题他不要谈啊 敷衍多 每一个人跟你讲哦这个好好好 哦这个 这个我们会好好地注意 但是他不要注意 所以现在政府他自己决定什么方向 其他的他不要停 所以就像现在马政府那他就是说 我们就是翻成一中 以前他就是说一中个表 就有好几个人去来说 如果是一中个表麻烦你证明 第一个证明就是回南京开个办公室 把你棋子挂出来 这个可以证明是一中个表啊 因为他允许你把棋子挂出来 结果对这样的事情 他有接受人家的挑战吗 没有他没有回去南京开个办公室啊 现在就变成一国两区啊 一国两区 其实回到上海公报 上海公报美国看得很清楚 这个两岸中国人认为台湾属于中国 我美国不提出异议 两岸中国人是谁 是那个流亡过来的人在台湾 跟那个中国人在台湾 那台湾人的意见有没有提 没有提 所以上海公报 你说要推翻上海公报 那很简单啊 两岸中国人觉得怎么样 跟我无关啊 我是台湾人 我不要啊 你的 你的 共识 你可以拿回金马 继续喊 跟我无关 所以我们也是 你要看美国的 美国的那个 做事的方法 你们不知道美国的做事的方法 我想想看 你就是说你回家的时候 你配偶就跟你讲说 你今天有没有跟林小姐吃饭 你他就直接开过来说 你今天有没有跟那个林小姐吃饭 那你就回答说 我没有跟林小姐吃午餐啊 那在台湾很多人就说 哦好 你说没有 那就没有 但是问题是 你跟他吃晚餐啊 但是这个话 如果录下来 如果到美国的法庭上 去播出来 好 这个3月26号 你看这个录影 先生进门 我问他说 你今天有没有跟林小姐吃饭 他回答说 我没有跟林小姐吃午餐 那个女队定位 你看 后来我查出来 你跟他吃晚餐 对啊 我没有跟他吃午餐啊 我吃晚餐 我没有 我没有 我讲的话是真实的 不是假的 你不能说我 我说假的 英文很细哦 英文非常细哦 我不知道 有时候讲中文 我觉得非常含糊 你刚刚在打电脑的时候 你有没有拿一个蓝色的笔 我刚刚打电脑 我没有拿蓝色的笔 我早上就已经拿过了 你说他做伪真吗 在英文里面不算 我们讲话 我们的逻辑非常细油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就说 美国已经承认台湾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没有啊 你是用那个华人那个含糊的逻辑 美国的逻辑是很细的 两岸中国人 认为台湾属于中国 认知台湾属于中国 我不提出异议 这个什么意思 哇哦 这个意思可以写三本书啊 这个不是很清楚啊 随便我解释都可以 你说 我说两岸是中国的没有 我没有这样讲啊 我没有这样讲啊 他这个话 有很大躲避的空间耶 所以含糊啊 含糊不清啊 但是我们就知道 我们的论述 我们民政府的论述 是没有冲突耶 没有冲突 美国四十多年所有的这个 言论 所有的发言 跟我们这个论述有冲突吗 没有冲突 克林顿说 三部政策 我不同意台湾 参加什么 以主权国家为身份的什么单位 这个跟我们有冲突没有冲突啊 其实将来 这个中国就说 诶 我 不同意台湾独立 好啊 你不同意独立 那我现在没有独立 美军在管啊 独立是以后的问题 建国是 等到我稳定以后的问题啊 所以我现在没有独立 所以你反对台湾独立 那 必定你不会反对我这个嘛 然后中国说 美国必须尊重彼此 领土完成 哦 那你现在侵犯台湾 对啊 但是国际条约 哪一个条约把台湾给你 台湾不属于你的领土 所以我 我派美军到台湾 也没有侵犯你的领土完成啊 这个话都可以讲啊 啊 如果他中国有意义 他也可以去联合国 他也可以申诉啊 我们在法理上站得住吗 我想百分之百站得住啊 不是林秘书讲说 1950年什么11月 他们曾经也讨论过 那个时候 九金山合约还没签啊 那个时候他们都讨论过 台湾是不是属于中国 这个我联合国说没有啊 没有 不属于中国的 对不对 所以 这些都是在我们这边 那 美国的宪法 美国的宪法跟这个有哪一块是最大的 在台湾很多人学宪法 但是他没有学到那一块 学到美国宪法里面 有一个所谓的军事管辖权 军事管辖权 你这个 表面上看美国宪法读过去 你表面上没有看到 但是他隐藏在里面 美国也有判决 那个大法官有判决 美国的军事管辖权 美国宪法承认三种 他有判决 那个判决 就是林肯那个时候 1866年 所以这些东西都包含在里面 你要看宪法 你不能光看那个条文 你还要看那个判决 判决是爵士 所以现在如果你美国的那个法学网站 你查宪法 然后每一个地方 他都有连接连接每一个字 凡是这个字 涉及到一个司法判决 他都有连接 所以有关美国海外管辖权 有关这些 就各位连接 进去看一系列的判决 判决就把这条说清楚 这个大法官这么承认 就像那个美国大法官 他有承认 这个海外管辖地 不属于美国本土 他是为合并的地方 为合并呢 他有自己的税制 所以如果我们作为美国一个海外管辖地 我们有自己的税制 我们不受美国联邦政府的那个税制 这个也是我们要理清的一大部分 因为我们希望美国的公司 来这里投资 他投资在这里 他只要缴台湾税 他不需要缴美国税 因为美国是科全世界的税 所以这个对他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诱因 因为一般来讲 台湾的税率比 美国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 尤其那个福利国 北欧很多国家 那个福利国他的税很高 所以这个是 这些美国公司在这里投资的一个诱因 我们要希望更多的美国公司在这里投资 我们年轻的下一代 他才有希望 因为他有就业机会 现在 有一个什么 ROC什么东东 那个 他所拖展的这一块 我反正我前两天 大概报纸他说 连我们跟中国的什么出口啊 什么那些 9月 每个月都衰退 每个月衰退 所以 真的你跟中国签什么优惠 什么协议啊 什么ECFA 什么那些东西 有帮忙台湾的经济好转吗 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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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我是学经济的 我是 美国宾州大学 那个 华顿学院的那个经济 这些 国家的这些 就业市场 这个都跟你税制都有关系 所以我们改为 给这个美国公司很大的一个誘因 来这里 然后 简化我们 对外国公司的一些限制 简化 让他们很顺利在台湾投资 投资那个 高科技所有的这些 同时我们有 改造 改善 这个投资环境 这个是不是我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但是 目前的政府体系 其实他们也很清楚 宁可所有的人穷啊 穷 这个胡锦涛更容易拿走啊 这是他的策略 所以宁可所有的人 就被拖垮了 台商去 钱都赔掉了 那最好啊 台湾没有投资机会 年轻人都跑光了 那最好啊 我接受比较容易 如果台湾是 现在变成经济强国 怎么会要听什么统一论书呢 所以他们不要啊 他们不要把台湾搞好 他们要把台湾搞垮了 所以可能到这个时候 只有 我们民政府的这个论述 才能真正的为 台湾的未来 就是铺出一个好的愿景啊 所以你要告诉你所有的朋友 是不是啊 叫他们去了解我们的论述 然后了解 我们要走的方向 特别是你在海外 的那些朋友 你告诉他们 不要谈别的 那个民进党 什么台联 什么促进联合国啊 什么 什么 罗杉矶福尔摩斯基金会 什么 罗杉短法法 那些都是 都是没有用的 都是没有用的 那些都是包住中华民国啊 中华民国你一直喊 他有主权 那我们都讲过了 联合国的体系里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继承啊 你一直喊台湾有主权 你就是卖台啊 你必须喊台湾没有主权 你才有救啊 这个才是 我们民政府的论述 没有主权啊 根本没有 是美国的一个占领地啊 那美国对台湾才有 除非你支配权啊 我们的对口单位是美国 不是中国 不是中华民国 不是联合国 不是同盟军的办公室 都不是啊 所以你也要通知你在海外的朋友 叫他们眼镜打开啊 也不要继续走那个错路 那个绿营的论述 如果可以成功啊 早就成功啊 阿扁八年啊 彻底证明啊 那个是没有 没有成功的 不可能成功的一个论述 到今天 不要有 不要有期待 所以 叫他们都 过来我们民政府 然后 听课 很多这个课 我们都录影 都在网路上 他也可以干 然后把这个课程 他可以 放在他家里的客厅清 他的朋友过来看 好 大家逃出毛病 有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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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论述这个方向有没有问题 resolution 好许林秘书讲 何瑞颜好许不是 一表人才不是讲的最帅 不能说跟飞行 那种急 我们唱歌也不好听 所以 人有问题但是我们论述 应该是没有问题 我们人不好看是另外一个问题 OK所以 今天简单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Gare 武快 Gterm